今天我们要看的论文是关于extensive reading,广泛的阅读,在英语作为外国语言的学习上面。 广泛阅读是一个概念,它认为广泛阅读,那你的英语就会变好。 当然,你会觉得这不是废话吗? 不是废话,等一下我稍作解释。 它是1997年的文章,它刊登在System上面。System,它在Linguistic,算是比较优秀的Journal。 Reading有分为extensive,或者是intensive reading。 intensive reading比较像我们在学校做这种高强度的阅读。 在语言方面,通常这样的阅读会牵涉到大量的查字点的动作,就是要确保每一个东西都要学起来。 extensive reading比较像左边这个图,简单讲就是快乐的阅读。 通常不会那么在意把每一个不懂的地方都搞懂。 只要查几个单字之后大概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样子就够了,这就是extensive reading。 厌倦了传统教育模式语言学的专家,他们就提出,诶,这个语言学习,extensive reading比较有趣,会不会它的学习效果其实比intensive有目的性的,还好嘞。 所以 2000 年以前就做了很多研究,就是發現說 second language,就像我們台灣人講台語,就是我們學習台語的時候使用 extensive reading 的效果很好 但是在 2000 年左右大家就想說,那應用在 EFL 有沒有可能也是效果會很好呢? EFL 就是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就是像我們在學習英語這樣,英語作為一個外國語這樣 像我們台灣、日本、中國、韓國學習英語的模式有沒有可能也使用 extensive reading 會比 intensive reading 好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那會不會是只有好學生才能夠受益於 extensive reading 呢? 你那個比較懶惰還是程度基礎比較差的學生,他有辦法去做 extensive reading 嗎? 就算有辦法做,他會進步嗎? 最後就是 extensive reading 他對你的 output 有沒有幫助? 比如說對你寫作還有你的 speaking 有幫助嗎? 這是他們做的第一個實驗,就是 extensive reading and reluctant students 就是不情願學習的學生,就是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就是像我們學英語,他是作為一個外國語言在學習的人 那這個實驗就是基本上是每個老師都會非常在意的部分 因為一個同學如果沒有學習動機,他不願意去學習 甚至是你家的小朋友,你的兒子女兒,他 reluctant,他不願意學習,沒有學習動機 而且背景基礎很差的時候,你要怎麼教他呢? extensive reading 這個方法是不是有效呢? 所以這個重要的主題作為他們的第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在日本 一個女子大學,然後他在第一學期的時候他就挑了兩個班級 在 general education 這個就是同事課程裡面的 EFL 的閱讀課程 然後這個課程他們的上課模式是有一些閱讀測驗 然後單字的練習,還有文法練習,還有 translation 的練習 這是論文裡面提到的,跟台灣差不多 然後學期結束前他們做了一個 pre-test pre-test做完第二學期的時候,通過 pre-test 的同學繼續上原本課 另外一半就是上他 SR 的 Extensive Reading Class 這個就是表現比較差的同學 表現比較差的同學,除了他上課模式不一樣之外 他也提到這些同學有什麼特色呢? 第一個,他們很少教作業,幾乎不教作業 就算有教,大多都是不完整 然後同學常常遲到,甚至不到,測驗成績非常差 就是這樣描述這群同學 那這兩個課程呢,就是一樣的老師來上 然後每週都會上90分鐘的課 那這邊就是按照原本的方式上 那這邊就是改換成用 Extensive Reading 來上 然後最後學習結束,再做一個 post-test 那在這個 Extensive Reading 的 course 他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他買了100本書 給30個同學去挑來看,挑自己喜歡的 那同學被要求要看完50本書 就是這100本裡面挑50本,覺得有趣的來看 那結果就是學節目的時候,大概大家平均是看了30本 那這個書的厚度大概是6000字到16000字左右 然後同學看完書之後呢,要寫一些摘要 然後要寫個日記,記錄他的感受啊 他看的時候有什麼想法啊 然後自己英語有沒有進步啊 就是寫一些這個東西,diary 然後每週上課的時候呢 The teacher 就是文章提到只有一個老師 這個老師呢,30個同學 check,看他們的筆記 然後discuss,看他們聊天,聊聊書裡寫東西啊 然後補給他們 在90分鐘之內,這個老師在課堂上做這些事情 他們的測驗呢,是100題的課漏字 然後在1600字的文章裡面 就像這樣挖空給你填 然後在一個小時內完成 那這個測驗他的test-retest,他的reliability 算出來是0.87,非常好 那我們看他的結果來說呢 一開始前測的時候 實驗組,就是表現比較差的學生 大概對22題,對照組29題 然後到後來33題,31題 可以了解到其實都是在一個相對低的 在相對,因為滿分有100題,100分嘛 實驗的結果呢,這個the ill basis 就是這個,他的基礎不良 然後他又沒有動力學習的同學呢 他們這個ganned more 就是他們成績進步的更多 然後這些同學呢 他甚至他成績進步到甚至趕上了 這個那些原本就是表現比較好的同學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實驗的數據 pre-test,就是一開始平均值 這個控制組跟實驗組 這個實驗組就是22分 然後控制組29分 總分100分 然後這個standard deviation 然後在後來的post test 就是進步到31分 就是22進步到31 然後傳統課程的29分 進步到33 那ganned就是這個33-29就是4 那8.9就是31-22 這是他的進步的狀況 結果發現說,哦 這個原本上傳統課程的呢 他上完一學期進步了4分 然後我們的實驗組上extensive reading的呢 他進步了快有9分 然後再根據這個standard deviation 計算出來 請問這個進步是顯著的嗎 他算出來的t-test是顯著 那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extensive reading 這個廣泛的閱讀呢 是不是比較好呢 比這個傳統的教育風格還要好呢 這個實驗呢 他告訴我們 首先second language only嗎 不是 在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就是像我們台灣的英語教室啊 英語作為外國語言去學習 而不是母語 也不是第二外語 就是外國語言去學習呢 也很有效 甚至比傳統的教育方法更有效 然後再來第二個問題 是不是好學生才有用呢 沒有 這個實驗告訴我們 甚至是表現較差的 沒有動機的 學習常常遲到甚至不來的同學 也有用 甚至比傳統的教室更有用 第三個問題 是不是這個extensive reading 就沒有辦法強化你的英語的output呢 沒有 實驗告訴我們 這個可以強化它的寫作 寫作就是一個output 這個實驗還有其他的重要發現 第一個 在attitude 就是發現說學生的學習態度變得很好 然後下一個是graded reader 是不是有需要呢 就是說 他買的一百本書呢 他是有按照難度來區分的 這個 他們實驗發現說 同學有的時候看 他不是從簡單的看到難耶 但是 反正他哪裡有興趣 對什麼書有興趣 他就看 他也沒有說一定要從 D 就是用字簡單的書開始看 所以 這個發現 以後其他論文我會再提到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發現 關於這個實驗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它這個實驗 它有兩個independent variable 怎麼說呢 它這個變數呢 它第一個是performance 就是學生的表現 好學生 還有表現比較差的學生 還有你的教育風格 一個是傳統的 一個是extensive reading 那這個在實驗設計上 說實在怪怪的 應該是怎樣 better of 是怎樣 一樣的學生嘛 然後用兩種不同的風格 是不是這樣比較合理咧 同樣都是表現比較差的學生 一開始給你傳統的 然後檢測你的進步 然後再來是 在下學期給你這個extensive reading 然後再檢測你的進步 所以 感覺上怪怪的 但是呢 就是第一個呢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學生不一樣 基本的程度不一樣的話 那 有可能你這個從低分進步到高分 比較容易 那如果 也有可能 在教學現場 可能 幫助一個基礎不良的學生 比較困難 所以這個 學生沒有控制住他的 就是把學生的基本能力當作一個變因 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這個實驗它的score 它的分數 其實可以看到都是在一個相對比較低的分數 就是30分左右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似乎也不大 因為可能你要從80進步到90 很困難 但是從20到30到40這個難度應該是差不多 然後這個實驗呢 就是我們要體諒一下這個實驗 它能夠存在 就是因為這個學校大學呢 它這個表現比較差勁的學生呢 其實他們已經被 就是教育 傳統的教育模式放棄了 所以 我們的實驗人員才有這個機會去對他們做實驗 所以這也要體諒他們 那雖然有這個明顯的奇怪的設計上的問題 但是這個結論其實還是很不錯 因為它暗示了 如果甚至一個基礎不良 然後又沒有動機的學生呢 可以benefit 可以學到可以進步的更多 比那些就是基礎不錯 然後也有學習動機 然後都會來上課的同學來說呢 他們能夠學到更多東西 那麼 所有的學生是不是 不管你程度好不好 不管你是不是有學習動機 都可以 透過extensive reading 然後 得到 學到進步更多 相對於傳統的教育模式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要用科漏字測驗呢 這個有比較奇怪的測驗 因為你為什麼不要就是用reading test 直接測試你的閱讀能力 也就是說給你一篇文章 給你幾個選擇題 測試你對文章的理解能力 然後我們其實也不是那麼care about the output 就是我們不是那麼care 你能不能夠表達嗎 我們比較care的是你能不能閱讀 能不能聽得懂 讀得懂 讀得快 因為我們作為EFL的學生 讀得懂 聽得懂 對於我們本身的專業上會比較有用 我們的表達不需要到像native speaker那麼厲害 我們就是能夠溝通就好 這一點也反映在大部分EFL的測驗裡 我自問自答 就是它這個實驗它的control group 也就是說表現比較好的同學 它的正常的traditional class 它就是有這個input 也有output 它有閱讀測驗能力學習 也有寫作那些的活動 所以科漏字測驗可能會比較公平 因為你如果完全是測試這個reading ability 閱讀測驗的話 那extensive reading的同學就佔優勢了 因為我的時間我都在練閱讀 所以我去考 我去測閱讀測驗那會比較厲害 那一般的control group的同學 他上課又有輸入又有輸出 那他去考這個事他不就吃虧了嗎 那反過來說to put the experiment group 就是把這個實驗對象 也就是這些表現差的同學 In an even difficult situation 就是讓他們在處於一個 甚至更糟糕的環境裡 什麼意思 就是你這個extensive reading的課程 你都在練reading 對不對 你是沒有練輸出output 但是如果你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 你都沒有練output 你都只有念reading 那你還能夠表現得比較好 那是不是implies 這個extensive reading真的是一個非常好 much better 相較於傳統教育模式更好的方法 接下來呢他們又做了第二個實驗 他做這個extensive reading 在一個prestigious有名的大學 跟一個兩年制的大學裡面做了實驗 那在第二個實驗裡呢 有幾個跟第一個實驗的差異 第一個是他們這個是一學年的實驗 然後呢他們每個禮拜 each week 一本書 所以總共36本一學年 然後他們每一本書都要寫一個 summary 但是要用英文寫 前面那個實驗室用日文寫就可以 然後寫半夜到一整夜 那keep a diary in Japanese 就是一樣的 但是他寫的內容不太一樣 就是這次只要寫appreciation 跟comprehension 然後students他們要討論 前面那個實驗室跟老師 那這個實驗呢 還要跟他的partner討論他們讀了什麼 那在第二個學期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個prestigious 比較有名的大學裡面的外文系呢 我們這裡面的實驗對象呢 他們讀的是authentic 他們讀的不是這個graded reader 就是專門寫給這個 就是有專門按照你的程度 按照不同程度寫的小說啊 還是文章啊 他們不是讀這個 他們是去讀了真正的文章 就是他們自己隨便挑 看他們要去圖書館隨便挑 看他想要看什麼就看什麼 就是沒有 不是按照你程度來 就是真正的文章 真正的書啊 那這一次的實驗呢 最後也是做了這個closed test 然後他們的結論是 實驗對象呢 學的更多 從這個extensive reading 相對於一般的課程 不管他們的背景如何 所以這也就回答了 第一個實驗啊 我個人的這個疑惑 就是說欸 你的這個雙變數嗎 你的控制變ymale 你最好還是要一樣的同學 差不多一樣程度的實驗對象 然後一批做這個extensive reading 一批做這個regular class 這樣比較好嗎 結果他們 第二個實驗馬上就做了 怎麼做呢 在有名的大學 就是把它的課程分成兩個班 一個班40人 一個班39人 40人這個就是做extensive reading 然後39人的班做這個一般的regular 一般的課程 就是同樣大學 大概差不多程度 然後前測 確實大家都差不多 大概平均差不多30分 然後後測 一個跑到48 一個跑到41 相減之後就發現他們進步 哇 extensive reading 是進步了18.85 然後做一般的課程的班級呢 他們平均值進步了10.59 所以這個實驗呢 上面這個實驗就告訴我們 在這個有名的大學 我就是把它同學就分成兩班 他們差不多程度嘛 那extensive reading 這個教育的模式很明顯 比較好 18.85 當然要再跑T-test 看有沒有顯著 他們結論就是有顯著 好 那你說好學生 厲害的學生 可以用這個extensive reading 比較好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 unior college 就是兩年制的大學 我們也把它分成 那他們也程度差不多 我們來看他pre-test 就是前測也程度差不多 但是呢我就硬把它分成 31個人用extensive 來教 extensive reading來教 然後18個人 用上正常課程 你看正常課程18個人 他得到的教育資源 是不是更多 結果呢 正常課程進步的 在這裡 7.5分 但是做extensive reading呢 就進步 哇 多一倍多 T-test之後顯著 所以 這個實驗呢 也就是他們 這個 內部檢討之後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 實驗對象控制住 之後呢 然後 這個是 控制成 基礎比較好的 學習態度加的 實驗對象 控制住了 然後一群人做extensive reading 一群人做regular class 然後 控制住那一群 基礎比較差 動機比較差的同學呢 也是把它分成extensive reading 結果咧 這樣子實驗出來咧 欸 沒有讓我們失望 extensive reading呢 還是比較好的 教育模式 那在第二個實驗裡呢 他們還做了一個額外的 就是第一個實驗裡面沒有的 測驗 是summary writing 那他的方法咧 就是 就是 請同學寫下 summary 關於他讀的一本書 然後一樣做前冊後冊 不能翻那本書 就是在一個小時內寫完 那 這個 他是對這個extensive reading 的同學做這個測驗 就是 一開始提到的嘛 他們好奇說 欸 你只是做extensive reading 那是不是 你只有做reading 沒有教你寫作文 文法 什麼都不教 是不是能夠對你的writing有益呢 他們想要了解 那結論在這裡 是的 就是這個writing score move to good 這是什麼意思咧 就是越來越好 是什麼意思咧 就是他們找了三個native speaker 來當評審 然後 他們一開始來pre-test的嘛 評審1 他評了5篇是good 32篇呢 就是普普 或者是寫得不好 但是 他在post-test的時候咧 平了13篇是good 然後同一個評審嘛 他good的 平的變多了 然後這個average or not good 變少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證明了 我們做extensive reading 是對writing這種output的能力 是有效的呢 這邊會有一個問題 那就是 欸 請問 這個評審是不是有可能 因為他覺得他在改的是post-test 所以就給他比較高分呢 有沒有可能出現這個bias呢 這個論文有提到 他們評的時候呢 是把pre-test跟post-test全部混雜在一起 所以評審在評的時候呢 根本不知道他是評的是前側還是後側 所以就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接下來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欸 我這邊 實驗數據5變13 4變22 這個看起來好像真的good變很多 但是 在統計的觀點上是這樣子嗎 所以他們就去做了這個 KaiSquare的測驗結論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個人就是按照他的數據寫 就是 寫python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自己寫看看 那 跑出來數據也跟他論文上面顯示的是一樣的 在 judge1 他這個p值呢 達到0.03 那judge2 他的p值達到 10的-5次方 這個實驗2他主要探討的問題就是 這個output 他 能不能獲利於 就是extensive reading 也就是說 這個writing 他是不是能進步 without writing 就是output without conscious 就是 你知道你有在學習 conscious learning 也就是說 譬如說 正常的 traditional style的 他的課 他會教你文法 寫作用字 老師會幫你糾正 所以你會很清楚的明白你在學寫作文 但是我們的實驗組 Experimental group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只有做這個 extensive reading 那實驗結果證明說 那實驗結果證明說 你就是只是去reading 不需要特別學寫作 那你的output 你的writing也可以進步 without 不需要清醒的學習 那 針對這個結論呢 就有人提出一個問題 有一個叫做simple writing hypothesis 也就是說 可能 說不定 因為你每個禮拜都要看一本書 然後看完書 是不是要寫一個summary 然後還要寫一些日文的diary 那其實 根據這個理論 simple writing hypothesis 來說呢 就是說 學生作文進步 不是因為你的extensive reading 而是因為 就是他有寫作文 他寫越多作文 他的作文就會越強啊 是不是有可能 是因為這樣呢 根本就是跟你的extensive reading 沒關係嘛 針對這個問題呢 他們有對學生做問卷 問卷來講呢 就是他說 超過95% 大家都說 這個寫 就是閱讀對我的寫作有幫助 這問卷的部分 那citation的部分 就是本論文也提出了幾個以前的研究 說 就是否定這個假說 那 最後呢 這個論文呢 他又做了第三個實驗 想要來回答這個問題 第三個實驗呢 就是 他又針對前面的兩個實驗做了一些修改 然後去解答一些 他們實驗後的自己 討論出來的問題 那在第三個實驗裡呢 他有幾個不同於前面實驗的地方 首先呢 他這個summary呢 他就是每週回去 讀extensive reading的班級 他每週回去讀完書 要寫一篇summary 半夜到一夜A4 前面的實驗是in English 那這個實驗呢 另外一組 我不要你寫English的summary 你只要用你的母語寫summary 輕鬆很多 就是說 你可以盡情的用你的母語來表達 你看了這本書 看了什麼 然後 第二個不同呢 to give the control group even more advantage 給他更多更多的優勢 因為在前面的實驗裡 就是control group 就是傳統的課程 是不是表現都很差 我們給他再更多優勢 首先呢 我們要求他每週 前面是90分鐘 現在我們要求你每週來4個小時 要來上課 老師 會教你 會幫你改文法錯誤 然後在我們的extensive reading 還是一樣 就是回去自己讀 寫summary的homework 所以看起來 這個課程會更加的intensive 然後呢 他還挑這個比較proficient的 程度比較好的 deligient 比較努力的學生 就把他丟進去control group 就是讓傳統課程的 基本上學生組成更有優勢 看看是不是在這種狀況下 extensive reading 還能表現得更好 然後第三個特別的地方是 他引進了一個新的scale的技術 就是他要1到6分 前面是只有3分嘛 就是good 或者是average 或者是not good 但是他現在變成1到6分 這個你會覺得也沒什麼嘛 對對對也沒什麼 但是他的做法蠻特別的 他是先分 他是先平成說 欸你這個是good還是average還是 那個先分3分 然後之後在good裡面呢 再給他5分或6分 6分就best了 good就還是維持5分 這樣然後在not good的底下呢 就是你再評分一次 譬如說1分或者是2分 這個實驗還是做了一個close的測驗 那他的結論是english response 就是回家extensive reading完 然後用英語寫一篇summary來交作業 每週這樣子的這個組別咧 他是有顯著優於這個traditional class 怎麼講咧 你看這個comparison class 就是這一次咧 一樣他們就是去學校上課嘛 然後老師教你科路字寫作文 就是傳統的 然後練習單字啊什麼的 這個comparison class 他是進步14分 然後咧 這個extensive reading 用英語寫summary的這組咧 進步了18分 然後經過統計計算咧 顯著 這一組是顯著的優餘 這一組control group 然後咧 這個extensive reading咧 回家寫summary咧 不用用英文寫 用日文寫 就好 那他的進步 欸比較少喔 然後這樣子 這個16咧 他去做統計的 他做anova 跟那個protected test 結果咧 就是沒有顯著 所以他的結論是只有這一組 他是extensive reading呢 顯著優餘 這個traditional style 那這邊我們稍作討論一下 這個result是非常的amazing 怎麼說咧 我們這個extensive reading 你就是回家 你就是派一個功課給他 然後 然後叫他讀完 然後寫一篇summary來教 這個就是這樣咧 就沒有 沒有教你怎麼做科洛茲測驗 沒有教你任單字 你們都沒教 但是這個comparison 這一組咧 他是特別挑出來實力堅強 然後又認真的同學 然後還怕他們回家不做嘛 不練 每週還安排了四個小時 讓他們來學校練習 然後時間長達一年 這樣 結果他們進步的幅度 竟然還比這個extensive reading的少 所以這是一個蠻重要重大的發現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japanese 就是這個日文組咧 就是他回去寫summary用日文寫的 會表現比較差咧 其實也沒有比較差也是不錯 要是這個控制組沒有 他沒有衝得這麼高 就像前面那兩個實驗來講 這個控制組不會進步那麼多 那他就會變顯著 但是 但是 事實上他確實 也是比英文組差一點 可能 可能的解釋是說 因為這個科漏字不是傳統的科漏字 這科漏字是 你只要隨便填一個就是 填進去念起來 合理通順 那就算你得分 不是像我們一定要精準 每個字都要對的那種科漏字 所以這種科漏字 他有在測驗你的表達能力 就是說你能不能想到一個適合的字 然後填進那個空格 那所以 就是 所以既然是這種測驗 你做這個English Summary的時候 你每週 對不對 你都花時間在用英文表達 所以 那當然 當然你用英文表達能力 就會比較好 你就比較有辦法想出一個字啊 填到那個空格裡嘛 那你每週都是用想 都沒有去練 沒有練習 用想 試著用英文去表達嘛 那你就是 當然你表現 理論上 就會比每週 而且長大一年耶 對不對 都有試著用英語去表達一些想法的人 那表現就會差一點 然而呢 看起來還是比填鴉式的好 當然統計上 是沒有差異 Not significant 所以這個是稍作討論 那 剛才這個表呢 它還有一個特別欄位 叫做Reading Comprehension 它的結論是 Better 就是 我做Extensive Reading 我的 對於理解 閱讀理解能力呢 它的注意呢 顯著優於傳統的課程 那當然這是廢話 你整天都在 做閱讀 對不對 你整天都在閱讀 那你的閱讀理解當然會變強啊 但是 但是事實上呢 因為閱讀 在我們EFL裡面 不管是在考試也好 或者是在真實的 我們使用英語的情境上也好 其實閱讀 Reading Comprehension 它是很重要 它佔大眾 我們大考的 Reading Comprehension 至少佔六成以上的分數 那我們現實生活中呢 我們需要用英語去學習一些專業 不管你是不是廚師 工程師 醫師 我都當過 就是 你如果想要接觸到先進的知識 你不需要聽 也不需要說 也不需要寫 你只要會讀 你就可以獲益很大 你就可以用英語去學習這個世界的 就是尖端知識 先進的知識 所以 Reading Comprehension 我個人也認為呢 這是 比較重要的主題 可惜的是這一篇論文呢 它不是很focus在這一方面 像它這個Reading Comprehension 它只做了post-test 它沒有做pre-test 所以 就先聊到這裡 這個實驗 它還做了一個特殊的survey 去問卷這個Reading Speed 就像我前面說的嘛 就是Reading 在EFL學生的生命裡 還是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如果你的Reading Speed很快 你是不是可以比別人學到學東西學得更快 所以這個還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測驗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它做了這個survey 它不是去做test 它是在學年一開始的時候問你說 你覺得你讀一本書要讀多久啊 然後 學年結束的時候 就一年後再問你 你覺得你一本書要讀多久啊 就是用問卷的方式去調查 就是閱讀速度 這個乍聽之下很搞笑 但是實際你去想 它是有道理的 為什麼用survey 不用test呢 首先你用test 你給它一篇文章 你測試它閱讀 讀了多久 這個數據其實也不精準 因為有的人 他隨便看看嘛 他到底讀進去多少 你也抓不準 但是你用survey的話 那就是測一個心理 所以其實是在測它的confident 就是說我有自信 我讀一本書大概只需要多久 所以其實這個reading speed 我覺得我從這邊讀文學到很多 就是說 其實它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的閱讀速度 真正重要的是你有多少自信 你對你自己的閱讀速度有多少自信 你越有自信你就讀得越快 而且你就越願意去讀英語的素材 那你越願意去讀英語的素材 你當然 你當然英語就會一直進步啊 那像有的人他讀得很慢 但哎呦我幹嘛 我查個資料 我查個這個程式碼 我還查英文的 我要讀 要看很久 我只要查我母語的對不對 這邊就是查日文的還是查中文的 我一下子就知道了啊 那它英文就很難進步 所以用survey來測試閱讀速度的自信 我覺得是非常有道理 那這一個測驗的結論呢 是說Japanese 就是它母語嘛 用母語寫它的summary 每週要看一本書 然後要寫一個summary 用母語來寫summary 表現最好 在這邊 母語組表現優於用英語寫summary 當然也表現優於這個傳統課程 因為傳統課程都很 它要查字典啊 要背單字老師 要教你課漏字 要寫作文 要幫你改作文什麼什麼什麼 根本也沒 就是 它一週算是四個小時 可是真正訓練它閱讀的可能只有一個小時 所以它本身的閱讀量 就比這兩個少很多了 不用講了 表現一定是差 比較有趣的是為什麼 Japanese summary 主會表現的顯著優於 甚至快兩倍了 顯著優於 English response 就是 回去寫English summary 來交作業的這個組 他們論文是沒講的 我個人認為呢 可能是因為 你要求小朋友回去讀完書之後 用你的母語寫下你的心得 這個要求 是不是對小朋友來講 壓力很輕鬆 小很多 你要求他讀完一本書 你還要用英語寫下 summary 對他來講 是不是心理壓力就比較大 比較大的狀況下 可能這一組呢 他就會讀得比較少 怎麼說呢 我們每週是不是就是要求他 大概要讀四個小時的書 英文書 我個人猜想 這一組 說不定他整個大爆發 怎麼說 他讀出興趣了 他壓力很小 他讀完之後 他只要用母語 隨便寫一些心得 他就可以再讀下一本 所以說不定這一組 他一週說不定讀了八個小時 你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猜想 為什麼這一組 他表現會優於這一組這麼多 可能是這一組的心理壓力比較小 那在這個 他們也是有做了一個 summary writing 就是給你 就是學期 學年 一開始給你一本書 叫你寫一個 writing 學年結束 給你一本書 叫你寫一個 summary 然後給這個 writer 做車椅 就跟前面那個實驗一樣 那 他們的結論是 Japanese response group 比較好 就是 如果讓你回去寫這個 日文 就是母語的 summary 讀完一本書 那就寫一篇母語的 summary 交作業 比較 這個 你讀完一本書 你就寫一篇 半夜到一夜的 A4的 English summary 交作業 這兩個相比 這一組的表現 很好 很奇怪 比這個 comparison 這當然是 如果我們所預料 這個理由上 我個人是認為 也是跟剛才我講的 那個 reading comprehension 的理由一樣 因為你讓他讀完一本書 寫母語 用母語寫一個 summary 確實這個壓力小很多 而且有趣很多 你可以真正去思考 你到底讀到什麼 但是如果你讀完一本書 還要用英文寫一個 summary 交作業 哇那有點辛苦 所以我猜想在這一組 可能他其實實際上 他每週閱讀的量 說不定是超過四個小時 因為他讀起來 沒什麼壓力 他只要用日文寫 他說不定讀出興趣 所以如果我們以後有做實驗 可以做一個 survey 就問一下說 我們雖然派一週給你四個小時的作業 實際上你回去是念了多少 多久的英文書 說不定這邊 說不定答超過 說不定一週他念八個小時都不一定啊 那這個實驗的結論 有一塊 我們值得注意一下 就是 Rater 1 第一個評審 他的 Extensive Reading 的表現 比這個 comparison 差 所以 這個是跟我們前面的實驗都是相反 就是我們前面的實驗都是 如果我們鎖料 就是都是 Extensive Reading 比較好 但這邊表現比較差 所以 可能這個實驗呢 最好再多幾個 Rater 這邊只有兩個 Rater 當然 這個預算有限我們也了解 但是 Rater 2 就是正常 那這個實驗一開始我們有聊到說 它是為了解決這個 Simple Writing 這個 Hypothesis 就是說 這個概念呢 就是說 我這個 不是因為 Extensive Reading 導致的進步 而是因為你每週都有要求 Extensive Reading 寫一些 Summary 他們是因為每週一直寫 Summary 所以它的 Output 它的 Writing 才進步的啊 根本跟你的 Extensive Reading 沒關係 那這個實驗呢 它就告訴我們了 沒有喔 我們找到證據喔 首先 我們先看一下 Com 支持這個假說 的證據是 我們在 Close 測驗的時候咧 確實 你這個 日文 就是用日文寫 Summary 的表現咧 不如用英文寫 Summary 的表現 那就是前面的 Result 有提到嘛 所以是不是說 如果你用英文寫 Summary 你是不是每週都有在寫啊 所以你的 Writing 自然就會進步啊 你看你每週不用英文寫 Summary 你用日文寫對不對 你的 Close 是不是就表現比較差啊 所以這個是 Com 的部分 但是 Pro 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要 Reject 我們否決這個假說 我們認為應該不是跟你有沒有寫有關係 是跟 Extensive Reading 有關係 也是 Close 測驗 怎麼講咧 事實上在 Close 測驗呢 我們這個日文組跟英文組呢 他們在統計上呢 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也就是說 雖然英文組他在 Close 表現比較好 就是這個嘛 但是他在統計上來看呢 他好的程度呢 跟你日文組其實是差不多 所以你要說因為他每天寫英文 所以他在 Close 測驗 表現就比較好 也沒有啊 因為統計上來講 他們兩個沒有顯著差異啊 所以你每週寫一篇英文的 Summary 跟我每週寫一篇日文的 Summary 我在 Close 測驗 測驗 統計上來講 差不多耶 所以 Reject 第二個 Writing 的部分呢 我每週用日文寫 Summary 我的表現還比你每週用英文寫得還要好耶 懷疑的人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是不是表示說 你這個假說就錯啦 你每週都寫英文 那根據你假說他應該 表現應該要比每週寫日文的人好嘛 對不對 沒有 每週寫日文的人 反而在 Rating 的分數 他就是顯著的優於每週寫英文的 很奇怪 但是這就是實驗 這就是科學的力量讓我們看清事實 然後在 Reading Speed 我剛才提到 Reading Speed 很重要的是關於閱讀的自信 也是啊 每週寫日文心得的人 他這個閱讀的速度的自信 表現得顯著的優於每週寫英文 Summary的人 所以再一次的 Reject 這個假說 就是說你不是喔 不是喔 不是喔 不是因為什麼每週寫就會進步喔 真的是因為 Extensive Reading 喔 那這邊我找一張 示意圖 來解釋一下他們這篇論文裡面的結論 他們認為呢 數據上確實 Extensive Reading 效果 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顯著 那就其原因呢 他們現場 現場觀察呢 關鍵就是這個 Motivation 就連 Reluctant 基礎不好 然後不願意學習的同學 都進步很多 為什麼會這樣呢 發現他們都看得很起勁 他們看書都看得很起勁 那他特別提到就是說 在第三個實驗裡呢 這個一般的Regular的課程 傳統的課程 跟他們 Extensive Reading 的課程 是在同一間教室 哇 糟糕了 因為 Extensive Reading 的教室裡 擺很多書嘛 他們買了第一個實驗100本 第三個實驗買到3000本 擺滿了書 其他上普通課程的同學 就發現說 那麼多書我們都不看 我們就在上一些傳統的文法課 柯肉字 背單字 茶字點的那種課 很無聊 就是在問說 欸 後面那些書 為什麼有的同學 可以拿去看啊 然後就是多有抱怨啊 就是他們也想要上這種有趣的課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只能上 就是密集 密集 Intensive 的課程 語言課程 所以從這些事情當中 就是發現說 這個 Extensive Reading 它可能 它最有效的地方 就是在於 它提供非常強大的 Motivation 那 這一件事情呢 就是這個結論呢 就是 因為是心理學的問題嘛 那 我個人也提出了一些 就是比較創新的想法 教學的想法 大部分都會受到質疑 就是說 欸 他們願意做嗎 所以 其實你看像讀這個書啊 其實讀書它會比打電動 看電視好玩嗎 不會啊 但是在教室這麼無聊的地方 你就是被規定一定要去上學 在這麼無聊的地方 只要比 坐在那裡聽老師上課 還有趣的東西 其實就已經足夠 提出 引出他們的 Motivation 所以 這個實驗的結論呢 也 也讓我對我這個想法更有信心